好,这边呢,第一个就是要走路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呢,在讲解里面第一个是先把 就是,脚的控制器,这边是right foot control,所以是把右脚给拉出去 那拉过去以后呢,这里有一个heel rotate x 其实在前脚着地的时候,一般来讲是脚跟先着地 所以你必须要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控制器要搞得这么复杂 要有这个原来的脚跟逆向关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第一个他的key pose就是这个东西要先弄出来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key pose就是后脚的脚跟要抬起来 还有就是我们的global control要整个往前移 那大概自己要注意一下这个有标示的这个数值 数值不是说一定要射一样,因为你的角色不见得跟我一样大 所以你这个要注意哦 好,所以这边right view,这边先选rifle control 那,呃,这样我选得到rifle吗 Ctrl H,好了,再选rifle control 好,切到移动工具,拉过去 好,好,这边看起来有点奇幻 Ctrl shift H,因为还有另外一只脚不见了 诶,真的不见了,Ctrl shift H 哦,原来选到两边的 刷头,我开始试着一下 好,rifle control,拉过去 OK,然后再来是global control OK,然后注意到right view 大概这样是global control 然后再来呢,选到rifle control 我调它的heel rotatex 嘞,嘞,嘞,嘞 heel rotatex 然后这边呢是bowl rotate b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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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te OK,好 然后这边可能要再拉出去一些 bowbowbowcontrol 我又拉到什么东西了 bubble control 没错 大概在超过中间的位置 所以你一开始应该可能 这是第一个key pose 要摆出来 那感觉上好像中心有点朝前的样子 往后拉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可能就必须要准备把 两个角之间的距离给定位出来 两只脚 它那个不间距 你必须要先把它定位出来 再来我们在key之前 几个东西要处理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观察范围是1到30格 动画的总长是1到120格 我们现在key的动画是每秒30格的动画 那我跟你讲 你在学校做动画你其实可以做b 做每秒24格 你就可以每秒少6格 那这样算起来是不是速度快很多 有意思吗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在做动画的时候 要调动画的曲线 很麻烦的一点是在mara里面呢 它的那个曲线呢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调整它tangent的长短 你调 你画被子曲线 是不是常常都会调被子曲线里面的把手的长短 对不对 所以它必须要做weight tangent 很麻烦 一开始直接勾比较快 那再来呢 是它预设值的动画曲线 要设哪一种 这个其实可以设很多种 play头是其中一个选择 就是你一开始预设的时候 动画的把手 到底是不是比如说是平的 或者是它可能是autobazier 自动的被子曲线等等 好 那这边呢 我现在回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这个是在animation preferences 点一下 这边呢playback speed 要改成real time 真实的 真实的速度 就是说它其实到时候播放的速度 如果没有办法到达真的每秒30格 它会减格 那如果你没有设计这个的话呢 如果你的电脑实在太强了 它就会变成每秒可能播个300格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一定要改 懂吗 real time要改 懂意思吗 这个速度才会正确的 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是在setting这个地方呢 每秒30格 这个要设 嗯 还有什么东西要设 animation里面的weight tangent 如果你不想要每条线都要设定 就是要按右键再设定它的weight的话 就直接勾 省了麻烦 你会疯掉 这边呢通路的改成tangent的in跟out 就是左边的把手跟右边的把手 都是play头的状态 然后按save把它存起来 好 啊 再来 嗯 我们看啊 这边手要先放下来 那 在做角色动画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我们会尽量希望你使用jimbal rotate 那jimbal rotate是什么东西呢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转的时候 尽量不会动到其他种项的一个工具 我们先看一下找一个物件出来 好 这边呢 CtrlD 复制一个 CtrlD 复制一个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rotate的时候啊 它这里有好几个功能呢 比如说loto 有vert 跟jimbal 那你用local的时候去转啊 那你用local的时候去转啊 讲样群 可以 转 转 OK 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以local axis为准 再转 那这个的缺点就是 它的优点是说它可以 就是根据它物件自身的轴上去转 但是真的做动画的时候 用local 有的时候它会卡住 这三个圆圈圈有时候会卡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不能转 那个叫jimbal lock 好 那这个word axis在转的时候 我们看有这个切到word axis 它不管怎么转 都是以世界作标走向 这些看起来好像都很理想 但事实上 所有的rotate 不管是local还是world 它其实背后都是jimbal jimbal rotate我转给你看 jimbal rotate 它转的时候 你看 看起来没问题 也没问题 有没有看到有两个圆块卡在一起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它还可以这样过去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 它这是过不去的 它要卡在一起 这叫jimbal lock 那我其实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其实所有的东西呢 在rotate的时候 它会有rotation order 它会有order 就是说这个东西在转的时候 它是 XYZ到底是要怎么设 这个是在 有一个rotate order 所以我后面会再讲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先把这个 rotate的工具呢 改成jimbal 然后再把手臂给放下来 这三个先把它删掉 这边呢 现在先把 show里面的 这个shadding呢 是x-ray 然后再把 这个 切到front view 选到 这两个 关节 然后呢 用jimbal rotate的模式呢 去转 可以记得 在做角色动画的时候 这个东西呢 是要用jimbal 先放下来 好 先坐到这里 可以吗 还是要我讲很多 character state 今天先讲一下 走路动画 循环的走路动画 这其实对你来讲 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要做character state 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有影响吗 这个是什么 有影响吗 哇 太悲情了 第一个先把show里面的polygon 应该说show none 好了 先none 然后呢 你就 再开nubs curve 有影响吗 还是没影响 好 这一堆控制器呢 把它选起来 因为你做动画 大部分都是用这些控制器 除了脊椎不要选 脊椎这条线不要选 脊椎这条线不要选 其他都要选 然后这边做一个character state 应该有影响吧 你记得吗 之前取什么名字 对啊 应该有影响吧 对啊 可以哦 有影响了 有影响了 这边要用 呃 这两个关节 所以你可以把它show none show joints 所以你会看到这几个joints 那这边呢 要选这 是一个 跟这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 跟这个 所以就是肩膀跟手肘 的关节要选起来 把它加到character state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是用 8 to 那或者是 你可以开window relationship addit里面的character state 这个之前的笔记里面就有了 理论上应该你已经做 做完这件事情了 应该可以看到在这里 最下面呢 有 这些 控制器 那你现在要把 刚刚那个 关节呢 加进去 8 object to gerger state 所以你会看到 呃 right shoulder 跟 right elbow 有没有 还有像是 left shoulder 跟left elbow 那你这边只要留什么 留rotate 所以这几个不要 就把它给移掉 就rotate之外的 把它移掉 因为这几个关节 不需要 其他的属性 只需要rotate 我把它放到最大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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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low 一二三 四点 一二三 一二三 四点 OK好 这边的执行 remove 我看一下 remove highlight attribute 所以它这样就已经掉了 留下这几个 rotate 好 所以一开始的准备工作是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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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全部显示出来 OK 好 所以你今天做的这个练习呢 应该档案可能要换个名字 要换个名字 要换个名字 那再来呢 就看这个通知器 蛤 蛤 蛤 公知器 我看一下 这边第一个你要把IK的功能关掉 这个书很重要 Animation Survival Kids 那它有中文版的 我想应该知道吧 有听过这书吧 如果没有买也不会怎么样 人生就这样 对啊 那这本是不错啦 我觉得这本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讲的太齐全了 看了有点累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 就是没有那么齐全的书啊 比如说像是 那个六盒出版社 它有出一些书 你可以去看一下 六盒出版社 其实还蛮不错的 六盒 六盒机械 六盒化工 六盒彩 六盒彩 可是因为这样子 我就不用打字啊 六盒出版社 最像是这个六盒 对 六盒网络书店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动画书 动画相关点进去 这里面很多本都不错了 如果说跟我们的课堂有 最主要关系的应该是像这一本 或者是像这一本 这都是教你怎么批动画的 这些都还不错啊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 而且这些书都是原文书翻的 比原来大家都变得 只有三分之一价格吧 可以考虑一下 那扯了老半天的其实还是没有 没有继续讲这个重点 这个IK 打开来 这边呢 这边呢有一个 就是我们设这个 Key Touchable这个地方 选到 然后呢把 IKBlendValue改一下 因为这个 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是 它是IK的状态 等一下走路不太适合用IK 所以你要把 这个选起来 然后呢把 IKBlendValue改成 0 暂时把它改成0 改0会怎么样呢 选到IK 它是不会带动的 懂吗 所以你要把 IKBlendValue先 跳成0 这个是可以设key的 所以 你需要IK的时候 再把它设成1 就好了 所以 现在呢就完全是靠 关节来旋转 对吧 懂于什么 因为走路 其实不太适合用IK 好 所以大家可能这几个 预备动作要先做一下 那 算了 我看你们光做预备动作就好了 对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